我們來看一個這個庫存領域的問題 其實共產黨有一個經驗 某些網站你以前去過還在 可是有些怎樣 對有些可能你一段時間再去世就沒有了 人家關門大體的 另外有一種最常見的情形 你們現在有沒有在用那個 我的最愛或者叫做書籤 有 你都很愛他嗎 後來就失效 而且你有發現一件事情 我的最愛每個都 叫說是很多人都愛嘛 可是最後呢後宮加力3000 可是呢每次要找書籤就Google一下 呵呵呵呵 就除了你真的很常用的你會放在去我的最愛找愛 很多人其實我的最愛都沒有在做整理嘛 所以有 雖然有加到我的最愛只不過是 一時一時一下而已 就 沒有再去理他的而且最重要的是 很多網站可能一段時間就不在了 你那個再去找也沒有啊 所以你可能就會考慮說搞到我用Google找更快一點 好那 這裡會牽涉的問題就是有時候Google你找到了 可是點進去網頁在不在 不在對不對 所以其實它有一個這個庫存頁面 事實上 您是可以查看看的 如果假設這個網頁消失的時間 還不算太久的話 就是它連不到的那個時間啦 因為 收信群去你的網站總是有一段的間隔嘛 它不可能每天隨時都去除非說這個網站更新頻率很快 不然正常的講話 它會看 這個網站更新的速度 那它 下次那個Google機器人會代表它的時間 就會 因不同網站而有所差異 我們來找看看 您看一下在這邊 如果您在找關鍵字的時候 好我們來找找這個好了 好你看我們剛剛找的馬英單 你看在這邊 它這個地方有一個 向下的箭頭有沒有 這個 你把它打開 有沒有發現這裡有一個叫做 夜庫存檔 因為常常有些時候我們點下去就沒有了嘛 有些時候不小心遇到這樣 那你可以點這邊 它的夜庫存檔 點一下 它就會告訴你 這夜 它是什麼時候去找的 你看在這裡 有沒有發現他說 20要去找的 找到了 所以我剛才有一個前提就是 如果 這個網 網頁你找不到的時候 它消失的那個 時間不算太久的時候 其實 這個地方還蠻好用的 因為有時候我就是要找那個資料而已 找那個資料而已 那所以 你稍微可以從這邊稍微找到 還可以從這邊找到 那外面消失的時間很久怎麼辦 PPPP P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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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那個 那個台大的那個 BBS PBS 重要東西一定都有拍照 那也是一個 但是前提應該是在那邊 他有發表過的 那個 那個你不能主行的看到照片 對 就只有一部分嘛 對不對 可是應該也沒有辦法 如果要馬上下掉 我們一定馬上拍下來 對啊對啊 那就是一樣 那外面比較久了怎麼辦 我可不可以問一下大家 我們現在比如說像我們玉山公民管理處的那個網站啊 是什麼時候改版的 大家有印象嗎 98 98年以前的網站是什麼版本你還記得嗎 有一個 舊站 好像有留一個舊站 有的就有些單位他會留一個舊站 就是做歷史封存 像水利署的他們都會有 因為有做水利署 那有的單位就沒有對不對 所以有的網站他可能換掉就換掉了嘛 然後人家還在懷念過去的 又不是歷史古蹟對不對 所以呢 怎麼辦 我們就要來找一個服務啊 比較 歷史網站的那個版本啊 其實 有人在做 有人在 那 這個是在我的部落格的文章 我有 我把它 介紹 很特殊的網站 這裡 就是這個網站 好如果你要查 查詢的就是有點歷史的 你就可以來到下面這個網址 那 這個部分呢 其實 你都可以在我的部落格上找到 好 部落格上找到 那我們來看一下 你看點過去 你只要把你要找的網址 就那個網站的網址打進去就好了 好打進去就可以了 比如說我們那個 我們的網址是 好 我剛剛有先查 好 來吧 還是你們直接告訴我比較快 找我們的網址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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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們找看看 看能不能找到 過去的歷史 好,他從什麼時候開始收集 哎呀,他人家,你早就被人家勤職了,有沒有 人家都已經收集那麼久了 1997就開始了,我們是98年嘛 對啊,對啊,你可以看到,要不要看一下我們最早的版本 你有看到呢,一根一根的就表示他有 好,點一下 然後他就問你囉 你看他這個日曆裡面 因為他不是每天都來嘛 所以他會有,好會有就是 在哪裡? 這邊有沒有 點一下 搞不好那時候很多人都還沒來這裡,不是嗎 你看一下,我縮小一點 這樣知道過去也是一件 以前的網絡有沒有很熟 因為那時候畢竟網絡對你不像現在技術那麼好 發達嘛 所以那時候就比較單純就是只有這樣 你不要懷疑有的點進去還可以看耶 以前有這個 以前有這個 好聰明 就有人發現資料都沒換 啊,資料都沒換 對上不能錄影 有沒有發現一件事 原來 我今天有錄影 明明有人在做這件事情 好,那 所以 其實會有一個問題啦 如果說你有 牽涉到就是個資的 到底這個適不適合 我們網站要不要讓人家去搜尋 對不對 本來公開在網站上就有可能被搜尋嘛 但是 歷史的東西 有些時候 有些時候 要有什麼 被遺忘的權利啊 所以最近不知道哪個國家 不是在講 打那個 他的資料 個資 要有被遺忘的權利啊 因為比如說有些他 不堪回憶的過去啊 他不希望再打造就看到那個字啊 對不對 對,你了解的意思啦 有些東西 因為這樣也是一種霸凌嘛 對 所以我們網站也是一樣 如果真的 我們自己找資料角度來看 這是一個很好的服務 很好的服務 所以 很特別的 給各位看一下 萬一如果說 你要去的網站 因為我們有可能有遇到這種情形 網站還在 但是改版了 你要找到資料局也找不到了 有可能那個導演他就下架啦 對不對 這是有可能 那你也許就可以利用這個方式 所以 他在這個上面有這個 不一樣顏色的表示說 這一天他是有收入的 所以 當然我們不能保證說 你所有資料都在啦 畢竟那個還是人家暫存的嘛 他不可能說 全部都收集起來 可是至少 就有機會 如果說這個資料真的很重要的 你透過這個方式 就有可能找到 OK 這很特別的一個服務